嗨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阿泰 歡迎收看世界什麼態度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奧斯卡 已經過了四天了還在聊奧斯卡 但是因為今年奧斯卡還是話題性十足 特別是奧斯卡最佳影片 居然是南韓片的寄生上流拿下來 人家說這部片是兼具商業和藝術的片 不過說到藝術 我覺得每年奧斯卡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這個 一字排開你有認得誰嗎 這些都是電影明星在紅毯上的造型 我們要用時尚眼光來看待各個明星的穿著 像是最近很紅的小丑女 瑪格羅比她是怎麼樣的穿著呢 她是一身古典Chanel的洋裝 色下羅南 她是V字的Gucci的低胸V字禮服 還有穿著Dior開高叉的這個 莎莉賽隆 她這邊開高叉莎莉賽隆的禮服 也很正 還有穿著這個Givanshi的黑色蕾斯托弗神力女超人 蓋爾加朵也是非常的美 每一個都在比性感 那看得真的是心曠神怡啊 當然還有不只這些人 還有黑寡婦 這個時嘉的喬漢森 益森也是一個強調曲線的Oscar De La Rosa的馬甲魚尾禮服 另外還有驚奇隊長布莉拉森的這個Seline的膚色亮片禮服 當然除外還有最有氣質的娜塔利波曼高雅的Dior刺繡禮服 再配上斗篷真的是很高雅 另外還有我個人很喜歡的瑪格莉特庫莉 也是黑色Chanel禮服現身紅毯 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這才是奧斯卡的重點啊 很奇怪 大家都把焦點放在這個頒獎典禮上 怪 你不覺得嗎 好啦 畢竟今年最佳影片亞洲出頭天 南韓的寄生上流還是重點啊 沒有任何美國資金也不是講英文的片 結果拿到了最高殊榮的獎項 很多人就有很多問號啊 三個字 憑什麼 第一個是電影裡面有一個貴婦媽媽 我覺得正翻天 另外今天中午有一個主播說 因為片中有個帥哥男性叫蒲旭俊克串 所以機身上流很好看這樣 各種稀奇古怪的原因都有 但除了服務前的原因以外 到底機身上流憑什麼 我最近朋友研究 帶你靠來看 我的媽媽也很健康啊 健康啊 你不覺得很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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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爆太多雷了 這部南韓片《寄生上流》 相信很多人都還沒看哦 然後就知道這部片最近很紅 但為什麼紅 拜託 快看這一幕 然後奧斯卡進去 《獎典禮》 對啦 《寄生上流》 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了 對 真的不要懷疑 真的是最厲害的那個獎項 根本是創下歷史性的一刻 因為《寄生上流》 是一部沒有美國資金的片 也是一部非英文發音的電影 完全跳脫了好萊塢 成年以美國為中心的電影工業 《寄生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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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揭開了亞洲的 另一層面紗 社會議題十足 又不是藝術層面的呈現 所以你說《寄生上流》 是不是很難不拿獎 我現在不能說 在這個時候 就是 什麼事發生了 對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也有人說《寄生上流》 依靠公關行銷拿大獎的 好啦 也是 畢竟《寄生上流》的 美國代理片商 《寄生上流》 在宣傳造勢上 就砸銷了大約三億台幣 比Netflix化的一億還多 再加上導演 鳳俊浩過去早就跟好萊塢 有很多交集 包括跟Netflix合作 拍下了不少片 就注意讓更多的人 看到他倒的作品囉 我最喜歡的 但我看著《寄生上流》 非常感興趣 我喜歡的 首先 我非常欲望 韓國映像 以後的《寄生上流》 成為了很多成果 的成果 當然囉 《寄生上流》 我覺得還有一點 就是搭上了亞洲電影的潮流 特別是前陣子 《瘋狂亞洲富豪》 還記得嗎 在美國很紅耶 再加上這一次 導演奉劇浩之夠厲害了 公關行銷又做得很足 《寄生上流》 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 算是史之名歸 在那些文全都不懂 《先生們》 《寄生上流》 作詞書很完整